魔法之夜 作者 多米尼斯·马尔尚 刮着冷风 非常非常冷的夜晚 今天是圣诞节 家家户户都亮着蜡烛 可在街上走着的人们都急着回家 只有一个老人 漫无目的地走着 他没有家 大家只是目送这位路过的老人 他连头都不回 默默地走着 偶尔哼着歌 雪扑素扑素地扑在他的白胡子上 但是在这个寒冷的夜晚 不仅仅只有他是一个人 小狗的脖子上闪着金色的星星 一只可爱的小狗 跟着他的脚印走 老人注意到了小狗 很吃惊的样子 哎呀 你从哪儿来的 你也是一个人吗 小狗抬头看着老人 在红叶的树下 老人和狗决定休息一下 老人把面包也分了一些给小狗 在圣诞节的夜晚 老人把从小就熟悉的一些故事 讲了几个给小狗听 然后轻声地唱着歌 风越来越冷 天气太冷了 老人和小狗跑进了很旧的屋子里 在蜡烛的灯光中 夜深了 过了多长时间呢 一直坐在旁边的小狗 突然说 我其实是个魔法师 你说什么 那是真的吗 老人吓了一跳 你对我这样可怜的人 也很亲切 作为感谢 我来实现你的愿望吧 老人没有考虑太久 我从以前开始就想要一只狗 他一直希望有一只小狗陪伴 魔法师沉默了很长时间 不一会儿 魔法师解开了金色星星的项圈 放弃了魔法的力量 决定自己成为这位老人的朋友 天一亮 老人又开始上路了 紧紧跟在脚后的是一只白色的小狗 结束 生先生 моя